五倍券即将上路 而刚才也提到各部会都有推出他们的酷碰券 包括像是义棒券、动资券、农油券等等 交通目观光局也预计要投入20亿的成本 加码推出面额有1000元的国旅券 初步规划发行120万份 将采取抽签的模式 但是中签率其实只有5% 至于怎么使用呢 可能会开放用来购买旅游相关的产品 包括像是游乐园的票券 还有饭店的住宿 自由行以及团体旅游等等 也可能是采取过夜行程的限定 但不管是哪种的花法 都必须透过旅行社来购买 有旅游业者看准了这一波加码带来的商机 所以已经开始规划行程 去年三倍券上路搭配安心旅游旅行社 国旅询问电话被打爆 如今三倍券不仅放大成五倍券 观光局还要在加码推出面额1000元的国旅券 有业者已经等不及 开始着手规划行程 加码的国旅券将采抽签方式 预计推出120万份 算下来中签率只有5% 观光局初步规划可能会开放用来购买旅游相关产品 包括游乐园票券 饭店住宿自由行以及团体旅游等 也可能采取过夜行程限定 让游览车和时速业者也可一并受惠 但不管是哪种花法都必须透过旅行社购买 只要是旅行社的话 他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国旅券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计划 预计是采用所谓的数位的发行的方式来做处理 假设20个人里面才一个人手上有国旅券 所以旅行社借务推广 无从去做起来 所以最后只有中大型的旅行社 他有平台然后他能下广告的 他会囊括所有的订单 观光局预计投入20亿 其中12亿用作国旅券 剩下8亿则当作激励金 鼓励业者推出优质行程 相关细节预计下礼拜出炉 观光产业想走出疫情阴霾 还得看这波加码国旅券 能否确实起到点火效果 记者正好不得